伴鬼的孩子忽然痊愈 立马就有一阵寒风将其他小朋友吹倒在地 原本被他们围住的女孩竟然变成了一口黑洞洞的裤警 一道无形的力量抓住一个小孩 并把她拉进了身井里面 消失的女孩再次被找到时 已经溺死在了河水里面 路过现场的小峰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因为眼前的画面和侄女奈儿几天前画的画几乎一模一样 这时她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 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一脸阴郁的奈儿正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切 小峰觉得奈儿一定是因为自幼失去母亲 所以才会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 于是她带着奈儿去看心理医生 但奈儿一句话也不肯说 一直在埋着头转心画画 医生拿起奈儿画好的一幅画 画上是两辆箱壮的列车还有很多飞出去的小人 他问奈儿为什么要这么画 奈儿忽然抬起头来 用十分冰冷的口吻告诉他这些人全都会死 看着奈儿阴冷的眼神 医生感到了不寒而栗 他把小峰叫到戈壁 将奈儿的话拿给他看 然而在小峰询问奈儿的情况时 医生的表现变得十分诡异 小峰与医生告别之后 发现本该等着他的奈儿竟然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一个小伙在坐地铁的时候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片乱码 他感到有人在盯着自己 抬头一看发现了月台上的奈儿 在地铁行进的过程中 他忽然惨叫一声道在地上 紧接着其他人的手机上也出现了那片诡异的乱码 车厢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另一边的小峰还在到处寻找奈儿 他忽然发现不远处发生了地铁装车事故 现场惨烈的画面像积了奈儿画的那幅画 小峰瞬间呆住了 没有发现奈儿已经来到身边并轻轻牵住了他的手 紧张的小峰失手推倒了奈儿 这是他第一次发现 由自己亲手带大的侄女居然这么令人害怕 这晚夜深之后 奈儿的爸爸忽然遭访 透过门缝观察着熟睡的女儿 小峰想到最近发生的怪事 感觉哥哥一定又是瞒着自己 奈儿的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 奈儿的爸爸十分不悦 将小峰推倒在地后愤怒地离开了 而此事在警局里 一名警官正在调查地铁事故 他通过监控画面看到在地铁事实之前 有个小女孩一直站在月台上 小女孩像是知道有人在看自己 忽然转头看了监控一眼 警官被这一眼看得浑身 十分痛苦地摊在椅子上 这个小女孩就是拥有诡异能力的奈儿 第二天警官来到奈儿的幼儿园 再与奈儿对视的那一眼 再次体验到了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通过调查找到奈儿的爸爸 可对方一听他想打听和女儿有关的事情 瞬间变得格外警惕 奈儿的爸爸什么都没有说 他送走警官之后去扔垃圾 垃圾袋在半路上 竟然离开 袋子里装得竟然全是无黑浓密的头发 另一边的小峰为了查出奈儿身上的秘密 就趁哥哥在外工作的时候 偷偷溜进了他的家里 小峰发现有个柜子的门 被铁丝一圈圈缠了起来 小峰将铁丝剪断后打开柜子 在里面找到了哥哥嫂子 抱着刚出生的奈儿的照片 可是哥哥明明告诉过他 嫂子在省奈儿的时候难缠去世了 他又发现了一个蜜蜂的袋子 里面有很多从监狱寄过来的信 每一封信里的内容都一模一样 这些信的落款是同一个人 而这个人明显知道奈儿身上 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于是他来到监狱见到了 那个即兴的男人 男人说他是奈儿的粉丝 早在奈儿出生之前 就一直暗中关注着他 因为奈儿的另一个母亲 是死在几十年前的恶灵真子 如果小峰不想再有人因为奈儿死 那就必须想办法杀到 继承了真子力量的奈儿